在香港热闹的上环,有个由特区政府运营的熟食中心 里面有家老北方饺子馆颇受邻里好评 店铺由郑宝生、夫人以及儿子经营,专卖手工饺子 白菜猪肉饺是这家店的招牌食物 叠上一个个猪圆玉韧的白面皮饺子热气腾腾 内馅以白菜粒和猪肉泥构成 几胶几包,煮好不连汤 店主表示,为了守住北方味道 白菜选用北方清白,香港称之为旺菜 面粉选用山东武德利面粉 就连蘸酱所用的香醋和麻油都是从北方运到香港 每碗饺子还配送一碗西红柿淡花盐醉汤 以虾米熬成,鲜香微酸,送给客人暖身 许多时刻表示,饺子皮爽滑又嚼劲 馅松软多汁,清甜复肉味 店主郑宝生今年62岁 属猴,家里几代人都是做面食生意 祖辈还曾经在清朝皇宫里做过厨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家人曾在大连开设 小有名气的天津包子铺 过去老一代人称面食师傅叫白岸师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日本清华战乱 一家人来到香港,家族面食生意中断 他母亲生下他后,一直将他放在河北外婆家寄养 家人于八十年代在秦桃岛开设 运发饺子馆,生意不俗 直到1989年,郑宝生全家从秦桃岛来到香港生活 郑宝生来了之后,发现香港缺少正宗饺子店 他想要保持和传承老一代中国传统美食做法 便于2009年开设老北方饺子馆 现实已经经营十年,渐渐被市民认可 生意越来越好,除了卖熟食饺子 也卖生饺子给客人 郑宝生表示,他家采用最原始的北方饺子做法 手感粗面皮,不添加味精 去除菜中多余矿物质 提供最健康的食品,让食客吃得安心 店里食物价格在市场上较便宜 郑宝生一直不愿提价 老祖宗的一句,人做生意靠良心去做 是他做生意的基本准则 口味呢,没有这个化学材料,没有矿物质 这大众都是比较接受的 我们家老祖宗告诉我了 只要你服务大众,大众就服务你 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家主代人就是告诉我一点 做生意 吃良心饭,做良心人 这家店是家庭式运作 儿子郑运发也参与经营 郑运发本来是理发师 他发现做饺子技艺很难在香港传承下去 因为一般年轻人不愿意学 觉得手续复杂,又不太挣钱 他下定决心将老祖宗的东西传承下去 于是选择辞去理发师工作 来当饺子师傅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它是一门手艺 你就是说好汉子不爱干 懒汉子还做不来 就是这种东西 其实有很多技术含量在里面 但是这个东西从我们家上几代 就开始传这种东西传下来了 我以后可能是说未必也是一直 可能十年之后看见我也未必在这干饺子 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会去学 我也不能丢 因为毕竟是在上上几代人传下来的 这个传统的手艺嘛 如果在我这一代丢了 我觉得也蛮可惜的 其实就是这样 店主郑宝生表示 选在政府熟市中心开店的原因是 租金相对于外面市场价格便宜一半 香港店铺租金太贵 老北方饺子馆属于小本经营 目前发展目标是 先把熟客生意继续做大做强就好了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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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